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讲病在腰上尽管引起的是腿疼 但是还应该在腰上进行治疗 但是有一些症状和腿和局部的血液循环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椎间盘脱出以后它刺激到神经根 神经引起疼痛 它会引起下肢的血液循环的一些改变 一般来说都是血管静卵以后血液循环差一些 比如说我们做双下肢的血流的检测 就会发现换侧椎间盘脱出这一侧 血流是低于正常腿的 就是低于对侧的 如果这时候外界比较凉或者受到一些刺激 这边就是换侧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症状 还会发凉麻木 其中发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引起这个症状 还是根据病情的轻重和刺激的部位不同是有变化的